肺癌作为全球范围内的高发肿瘤 对每一个患者的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而当我们提及肺癌的分歧 如EB期 很多人会关心其治愈的可能性 首先 肺癌EB期相对于EA期 其治愈率确实有所降低 但我们要明白 治愈率并非是绝对的 它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肺癌EB期中 TRA阶段和凶额侵犯的情况 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TRA阶段指的是 肿瘤直径在3至4厘米的情况 在这一阶段 肿瘤的体积相对较大 因此 其发生转移的风险也相应增加 这就意味着与小肿瘤相比 大肿瘤有更高的可能性 在体内扩散 从而影响患者的生存率 另外 胸膜侵犯也是肺癌EB期的一个重要特征 当肺癌细胞侵犯到胸膜时 它们有可能在胸膜腔内种植扩散 进而影响患者的愈后 这种胸膜受累的情况 使得EB期的肺癌患者 面临更高的复发风险 然而 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 肺癌EB期的患者 仍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存率 根据数据 EB期的五年生存率 可以达到90%或更高 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数字 表明许多患者在经过适当的治疗后 仍能保持较长时间的生存 当然每个患者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 因此治疗建议也会因人而异 有时胸脉科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建议在手术后进行一定的辅助治疗 以进一步降低复发风险 总的来说 尽管肺癌EB期的治愈率 可能不如EA期高 但患者仍有机会获得较好的生存率 关键在于早期诊断 合适的治疗方案 以及与医生的密切合作 对于每一位肺癌患者来说 保持积极的心态 配合医生的治疗建议 都是提高治愈率的重要因素 对于每一位肺癌患者来说